黑衣人 从柯南的片场跑过来的 身份不明的黑衣人 武功高深莫测 不好 练光石火箭 以避开致命一击 提长欲向黑衣人击驱 掌风呼之欲出之时 却忽而身形一顿 咋的了 面色不佳 眼见黑衣人 以刺出一剑 却仍身形被动 小心 剑情形不妙 忙上前相助 启末声语 黑衣人打了 这断位 并不是一断的 大师您这是 眉头紧皱 面色有些凝重 老那遭人暗算 深重其毒啊 眼下怕不是此人对手 中毒了 小友无需 以身犯险 赶快离开吧 可能剑上有毒 不可 不可不可 输嘛 晚辈今日 就算贫上性命 也要护大师周全 队友在战斗中呢 尤其本人的 爱控制 点击爱对战 按钮 开始呢 在一旁 关站 来着 剑气一致 当心 刚才一战 起摸声已经 后背啊 手掌啊 都受伤了啊 这一战肯定 没有任何胜算了啊 你看 第一招 就直接出现破定了 此人剑法 好生强后 不行 不可示弱 呵呵 此等剑法 不过雕虫小剑而已啊 还虚张声势呢 若论剑 我松山何曾拒过谁 还直接来着 托啊 四两拨千金 夸他一下 两千对三百 其实这两千威力啊 也不过如此啊 但是呢 齐陌生啊 确实已经深受这个重赏 并且呢 已经丧志了啊 呜 小有当心 此人剑法规决 身份不明 只怕并不简单 眼下他应有所保留 万不可掉以轻心 呜 我倒要看看 他还能使出什么招数 再来 第三招 刷天剑绝 直接 齐陌生落败了 使出了一万八的威力啊 然后队友被击败 或击杀后 会换上其余再对这个人物啊 继续呢 与对方周旋 来着 诶 使出这个我们最强的武功 大力金刚掌 看来是刚才索引茶中的奇毒啊 啊 喝的茶 有毒啊 那秦莫生没喝 还是很明智的啊 此人杀意猛烈啊 自动搭配 看来只能尽全力 帮秦莫生小有争取到脱困时机了 你看看 大使不会是大使啊 伟代代一直记啊 还是想着秦莫生的安慰 来着 挑衅一下啊 挑衅 诶 对方也挑衅啊 顶上了 此毒当真不容小觑 眼下不知可撑到几时 大使 这人不知修了什么邪功 出招那奇怪的很 您 无妨 抬眼看下黑人 施主机是出天剑诀 别由老娜来挥一挥你吧 你挥吗 诶 我们先来这个啊 推尸破山 因为呢 防招有一个连招的小技能啊 而且呢 我们来一个增幅 然后推尸破山 增一下子 挞掉 实力啊 没有差太多 天剑诀 此人就是地阳天 那么刚头 大使与天尊教 素无旧仇 为何 此人是否为地阳天 尚未可知 有无旧仇 眼下看来也并不打紧了 啊 有可能是这个 是吧 某门某派的 来着 敦行俘虎 我们再来个不取啊 来着 我大使出现破镜了 一万对三万 此人所图 不过是今日之时机 与老娜的几分拨鸣罢了 只是 看了看秦莫生 神色有些担忧 今日怕是要脱离小友了 再继续连招 推尸破山 我直接腿脚受伤了 咳出一口鲜血 牙龙出血了 老娜 伤口拖延片刻小友 便接此时机逃出生天吧 严霸看了看黑人啊 施主为我一人而来 无需伤其无辜 哇 勇言大使不会是大使啊 黑人 尚未打花 净是一件次来 我们呢 直接 铁牛耕地 这招式名字 来着 哇 神王大法 夸发的 直接允命了 豁出命的耕地啊 大使啊 行吧 离开吧 勇言大使 呜 奄奄奄奄奄 批你最后一丝气力 看向秦莫生 快走 大使 你 此人为我而来 你赶快离开 上有 先生节 坏 坏 话音为落 便已垂下头去 失去了气息 秦莫生蒙了 看了看勇言大使 又看了看黑人 咬咬牙 转身 向外跑去 黑人还是很明示理的 并未理会秦莫生 只是在勇言大使面前停留了片刻 然后俯下身去 将手中之间放在了勇言大使身侧 啊 这咋回事呢 他为啥掉装备了呢 把这个剑呢 放在了勇言大使身旁 黑人起身离开 片刻之间 便不见了宗影 啊 很有意思啊 次日 华山绝顶 来吧 哎 少林寺定教大使 天尊魔教 天出地灭 啊 定教 少林寺大弟子 特别大啊 秉姓纯良 一心少 但新兴修为不足 脾气有些暴躁 哎 合家立会非常的笨合啊 哎 丁教呢 横眉怒目 目光灼灼 看着住持永明大使手中的一柄剑 将此剑给我 我这便去天尊教报仇 永明大使 眉头金锁 哎 这大使的立会有点像是石神里面 周星驰的师父啊 是不是啊 哈哈 挺有意思啊 眉头金锁啊 对丁教的之言 恍若未绝 哎 永明大使 哎 永自辈的啊 应该和永元大使是师兄弟弟之类的 少林寺住持啊 明心 剑性 骁然 尘埃 伏法高深 堪破世界万物 常怀一颗悲悯之心 只见永明大使手持一把长剑 目光直直的落在剑上 丁教 地阳天大魔头 以此剑 杀害永年大使 杀害永年师父 啊永年是他的师父 我今日便用这把剑 取他狗命 不是 这和他狗有啥关系啊 永年大使啊 还是沉默 长松了一声反号 阿弥陀佛 善哉哉哉 将手中的剑放下 然后抬眼看了看丁教 誓有未明 不可妄动 师兄之词扑朔迷离 尚未查清之前 不可再生事端 两天狼子野心 人心皆知啊 还有什么可查的呢 江湖败类 齐心可诛 今日不出 更待何时 哎 冷阳月 啊 松山派的 那就是 秦默生的这个掌门呗 是吧 此言不错 在下一座慈祥 冷阳月 小月月 不是啊 松山派掌门 心思缜密 出世深蒙远绿 滴水不漏 野心勃勃 以强舍为尊 定教花音刚落 松山派掌门 冷阳月 便当机复合 永年大使之死 实乃江湖一大汗石 况且 大师武功 以真话教 却仍未见人所爱 更是难免使江湖中人 人心惶惶 我松山亦受不而己 门下大弟子 不知所踪 就是秦默生 失踪了 来日更是不知 哪个门派会再造毒手 不得不防 泰山派掌门 天门诈 登场了 江湖功义 岂容尽踏 天门诈 泰山派掌门 为人沉稳 刚争不讹 对道义之事 最便看中 门下弟子 皆以其为榜样 泰山派掌门 站了出来 怒情欲色 舍人三分 永年大师 一代宗师 武林泰斗 天尊教 却实如此恶行 实乃犯天下之大不惠 如此之时 江湖正派 便当同心协力 一同铲除武林霍端 若要讨伐天尊 泰山 定 鼎力相助 好 还有谁 愿一同前往的 今日便同去 踏平天钻 拜恒山派掌门 悬安时代 五月盟主 剑法修为 高尘莫瑟 不苟言笑 最是格首规矩 他面色凝重 思有所思 永年大师 慈悲为怀 悲悯众生 如今归继 着实令人痛惜 但天尊教 此番下手 一电重重 当时有所重谋 眼下出手 只怕会中了他们的圈套 我们细盘一下 其实前一把是黑衣人 只是放下了一把剑 除了一个天剑绝的招数 众人就都认为是天尊教了 很神奇 说不定是家货呢 是吧 赤美王要合作为剧 丁娇一声断额 面伤弄意更胜了斯蒂芬 管他天尊教 有什么阴谋诡计 我今日定要他们 却在却上 天尊教 第五海 这历火 不错 有些胆破 一旁边想起了一个 清冷的圣言 清冷 冷啊 多多所走 不错 只见一人从远处走了 一头白发 神情半目 正是天尊教 代教主 第五海 代教主 教主 地扬天之扬女 明眸厚齿 发白如雪 性格清冷孤傲 似居人鱼 切礼之外 我送你离开 切礼之外 老杨约辣闷了 他咋来的呢 好欧大佑啊 人群中 突然的响起了 议论之声 第五海 并未理会 静止走到众人面前 在他身后 降魔屎 四方 帅仪中 天尊教弟子 紧随而来 见第五海 先生 邓时 怒不可及 你这个妖女 竟但敢来此 今日我冤将你 究第正法 四方说了 发四 到中去 天尊教 祥模式 忠观日月 一丝不苟 武功极苟 七十逼人 令人万而生费 上前一步 挡在了第五海 身前 丁骄呢 毫不示弱 静止迎了上去 这两个人 中要干起来了 无知狂徒 哎呀 现在呢 是这个 第五海 帮我们解说了 行 火 一招便出来了 破绽啊 身形一晃 后退几步 哼 休要猖狂 再战 哎呀 我运气了 增幅 来着 挖一下 精卖手伤了 哎呦 火 喷血了 开始 我已被击出破绽啊 想必折磨头呢 是想速战速决 哎 来个运气 保护 直接又来了个破绽 没保护 成功啊 这 无耻小人 不自量力啊 一发胡言 想莫视 死人不光 无名小卒 莫要与他 耗费时间 好 我运气了 增幅 直接 直接一个大落败 两万堆一切 我去 这就是实力啊 顶教 不可冲动 有名大师走上前来 看了看第五函 师祖死凡前来 有何指教 哎 向有名大师 微微喊了喊手 勇言大师一试 我亦深感遗憾 还请大师节哀 我今日来此呢 微的便是消除 各位对天尊教的误会 哎 一旁那个冷阳月 也冷笑了一声 已是确凿 无疑之事 为啥呢 杀人之剑 赏在此处 难道你还想替 帝昂天 魔头开脱吗 以此件杀人 微免 派哲乳教主 天尊教教主 纵横江湖 立丫群雄 仅靠一柄三尺寻常之剑 诸位难道不知 哎 永明大师眉头一皱 此剑背后所惜 并非天尊教 而是十年前的 助剑名门 血缘斧 哎 血缘斧 那不就是 游戏开篇 那个回忆的桥段吗 这 永明大师啊 露出了些许差异之色 然后那其他人呢 哎 也多有了精疑 没有一个人 看出来这把剑的 来龙去脉吗 这啥意思啊 此剑名为太恶剑 乃是十年之前 血缘斧所著 吴炳神兵之一 神兵 他总算知道名字了 太恶剑 传闻十年前 血缘斧夫主 血缘猴 曾著吴炳 血世之剑 却于铸成之日 全府上下惨遭毒手 武剑也有此失落 不知所踪 一面说这一面 看了看第五海 此时日 扩取多年 许多真实情况 亦不可靠 施主说此剑 出自血缘斧 只怕有些 难以服众啊 第五海说了 十年前 我曾亲眼见到 此建筑城 什么 此话怎讲 沉默便客啊 那个缓缓开口 薛缘斧的薛缘猴 正是先父 她就是那个小女孩 叫什么来的 薛缘凌是不是 对对对 什么 What 此言一出 现场一片哗然 这 都沉默了 早问当年 薛缘斧言后用小女 下落不明 下落特烦恼 不成想 剩下打量了一番 一时无言 他能看永明大师 又看了看在场众人 如何 现在可能服众 那你说实话 如果是 他是作为一个 反派来说的话 他这个说法 也不能服众啊 他说他是那小女孩 就是了吗 是吧 来个DNA监定什么的 施主今日前来 莫非是 十年前 薛缘斧 遭人屠戮 五剑不知所踪 十年后 五剑之一 一太鹅剑又出现在 永远大师遇害的现场 这两时之间 必然有诸多联系 难道昨日杀害永远大师之人 便是当年 薛缘斧一案的杀手 凶手啊 今夜太鹅剑没赢 那么薛缘斧 五剑定是破局的关键 若能及江湖之力 寻得五剑下落 永远大师之案 也可尽快水落石出 不知各位 一下如何啊 哎呦 一个亮明身份之后啊 知悉一个格局 一个大转面啊 他傲要是 约的这个首领一样了 江湖首领一样 施主之业 我已明了 但事关重大 我还需多方查证 从长计议 点来点头 若今日的误会可解 寻见之事 我亦不急于这一时 日后 各位若想清楚了 愿与天尊教 一同寻见意识不实 如今我大门弟子 我门下大弟子 秦莫生 被牵连此事啊 下落不明 是把太恶金 也是追查其下落的 这个关键 不知几位 可否将此间 交由松山派保管 刘皇安便站了出来 这是横山派掌门 刚才一声不吭啊 如此说来此事 便并非松山一己之力 而一己私事 刘皇安 为人潇洒 但人和善 这林辉看着 不是特别和善呢 在这儿 受派内弟子尊重啊 在江湖中人 人脉甚广 至于这件嘛 也应有五月 一同保管 更为稳妥 五月同心 同伴此事 并无不可 点了点头 嗯 他眼看了看第五啊 第五孩子一说明 直接把众人 对于天尊教的愤怒 转化为 寻见的这个动机了 寻见之日 便拜托五月一同飞行了 华山派林文月 刚才也是一身不坑啊 华山派掌门林文月 行色匆匆 从前出走啊 刚来 诸位 捣扰了 哎 林文月 这小演迷的 感觉啊 像是一个 城府很深的人 华山掌门 素来温和 常以笑面淡然 有笑面殊胜之称 对万事呢 皆有重谋 算无一策 我去 深梦远律之人啊 又笑呵呵的 哎 天书阁方才传来讯息 眼下 变故丛生 诸实莫瑟 怕是要取消了啊 叹了口气 哎 白来了 风云诡诀 暗流有弄 实奶奶 多是知秋啊 双手合十啊 威威哈拉汗手 多谢林掌门 香港 既如此 我等那边也不再多留了 啊 主线剧本 泰格片 风云暮色 告一段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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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